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 景百然演绎的情侣封面大片 这也是两人自公布恋行以来 首次携手时尚杂志拍摄的大片 据悉 该片取景于意大利托斯卡尔纳地区 镜头中的两人 也展现出了情侣的日常 遛狗 骑车 野餐 看报 演绎惬意随心的饮食浪漫 杂志采访中 妮妮与景百然也首次袒露了爱情观 以及相处细节 两人表示 爱情是懂得与尊重彼此 想对方所想 一是浪漫 大片展现情侣日常妮妮 景百然一直都是时尚杂志的封面常客 去年 妮妮拿下包括T在内的七本语刊 共是二个封面 并完成一线南堪满贯 景百然亦取得五大南堪封面中满贯 并在今年完成了五大女堪封面次满贯的好成绩 此番首次携手面对镜头 大片表现力令人惊艳 拍摄时 素有基本款男友称号的景百然 尝试了不同风格的搭配 还尝试了小雀扳造 行挑战自己 妮妮的时尚表现力一直备受称赞 这次的拍摄更是带来无限惊喜 两人合作默契满分 骑车 遛狗 野餐 亲一随心被网友列入最会拍映照的情侣行列 想你所想 爱情是懂得与尊重 在杂志的采访文章中 两人更是首次面对媒体坦露恋爱心事 亲们顿甲拍摄期间 景百然每天都会为你你煮一碗泡面 收工之后两个人偶尔也会看镜头的回放进行探讨 因为职业相同 你你和 景百然互相更懂得和尊重彼此 文章这样写道 一段好的关系 是真的能够开启心智的吧 所谓的志同道和 是要拿出自己过往的经历 审美和思考与另外一个人碰撞 在当下碰撞 借此不断修正自己 也召见另一个人 在你你看来 因为只做自己 只有自己一个人开心 这不是爱情 景百然也称 能够感受到对方在想什么 这种感觉比较重要 分享 在香港 热读 受过头 香港播审地乃静离奇失踪 有香港播审美名的周秀娜 今年以电影29加1演技大受肯定 有望入围各演技奖项 少有性感打扮的她 最近趁着空荡到柯里岛度假 并有好几张钓鱼的照片 有眼间网友发现她的凶器不在 被认为是她瘦过头 心疼女神最近过得太辛苦 以往给人丰满形象的周秀娜 刚出道时还被认为有点婴儿肥 但这次似乎瘦过头 几乎瘦到剑骨 希望她在 工作之余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别太过操劳 有网友指出她的弟奶也跟着消风 要她趁这次机会多吃一点 好好照顾自己 郭碧亭床照流出 向谢陪睡对象形象清秀的郭碧亭 近年在大陆事业稳定有斩获 最近还在微博秀出一连串 蕾丝睡衣照片 眼神诱人 许多网友称赞她性感 床的旁摆着一只皮卡丘玩偶 她也笑答网友 对啊 我的陪睡皮卡丘 就连大陆男星陈雪东都来留言 与她相互斗嘴 让她直呼 你想干吗 郭碧亭秀出性感美照 与平时的仙女纯净感相差甚大 有网友说这组照片有酒店视觉感 让郭碧亭回 是说我漏吗 让网友笑得赶紧回应开玩笑 还有网友比较喜欢她以往的纯净造型 还帮她辟图 遮去性感身材 让众多粉丝狂笑受过头 香港播审的乃静离奇失踪 有香港播审美名的周秀娜 今年以电影29加1演技大受肯定 有望入围各演技奖项 少有性感打扮的她 最近趁着空荡到克里岛度假 并有好几张钓鱼的照片 有眼间网友发现她的凶器不在 被认为是她瘦过头 心疼女神最近过得太辛苦 以往给人丰满形象的周秀娜 刚出道时还被认为有点婴儿肥 但这次似乎瘦过头 几乎受到剑骨 希望她在工作之余 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别太过操劳 有网友指出她的弟奶也跟着消风 要她趁这次机会多吃一点 好好照顾自己 郭碧婷床照流出 向谢陪睡对象形象清秀的郭碧婷 近年在大陆事业稳定有斩获 最近还在微博秀出一连串 蕾丝睡衣照片 眼神诱人 许多网友称赞她性感 床的旁摆着一只皮卡丘玩肉 她也笑答网友 对啊 我的陪睡皮卡丘 就连大陆男性陈雪东都来留言 与她相互斗嘴 让她直呼 你想干吗 郭碧婷秀出性感美照 与平时的仙女纯净感相差甚大 有网友说这组照片有酒店视觉感 让郭碧婷回 是说我漏吗 让网友笑得赶紧回应开玩笑 还有网友比较喜欢她以往的纯净造型 还帮她闭图 遮去性感身材 让众多粉丝狂笑受过头 香港播审的乃静离奇失踪 有香港播审美名的周秀娜 今年以电影29加1演技大受肯定 有望入围各演技奖项 少有性感打扮的她 最近趁着空荡到柯里岛度假 并有好几张钓鱼的照片 有眼间网友发现她的凶器不在 被认为是她瘦过头 心疼女神最近过得太辛苦 以往给人丰满形象的周秀娜 刚出到时还被认为有点婴儿肥 但这次似乎瘦过头 几乎受到剑骨 希望她在工作之余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别太过操劳 有网友指出她的弟奶也跟着小风 要她趁这次机会多吃一点 好好照顾自己